好我们谢谢婉玲 再来看看媒体竞争很激烈 今天又有周刊逆势操作了 一出手就发行了53万份 写下了出版的新记录 除了每一天提供48万份免费 还有5万份在超商贩售 一份10块钱比报纸还便宜 周刊的总编辑表示 在网络世代提供优质又免费的刊物 绝对是未来的走向 正业了 7点半才开始 不论是什么时代免费总是最吸引人 早上7点半不到就有大批的人潮 排队等着拿免费 而且是最新发行的周刊王 周刊王免费正业 周刊王免费正业 面对今日平日媒体 漿和日下的大环境下 周刊王竟然选择逆势操作 发行的首日就提供48万份 让民众免费索取 免费杂志在网络时代 读者对于免费的优质内容 需求越来越强烈 因此我们集团本着让全台湾 2300万人过得更好的决心 以真道理性 真爱台湾的理念 发行了这一本杂志 免费正业 免费正业 不到一会儿的时间 周刊王免费的民众几乎是人手一本 后刊的话是一段时间 他集中起来 那我们这样看的话 可以等于对这个事情 来容起来比较简 这一般民众有福啦 可以拿到免费啦 应该是赚到吧 小确幸啦 后面上大大的王 看起来霸气十足 一本有一百页 内容包罗万象 不论是时事 健康娱乐财经 这里通通都有 在发行量上 与时下最受欢迎的一周刊 商业周刊做比较 周刊王的53万份 创下最高的发行量 而在价格上 不论是同性值的一周刊 或是以财经管理为主的 商业周刊 周刊王也创下了最低的价格 在媒体时代 卸下新的记录 网络时代下 平面媒体是不是面临了洗牌 要够优质 而且低价 才能够继续生存 记者徐曼家 潘丽永 台北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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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导